今天有两个真人大小的变形金刚就出现了 为的是一场变形金刚的比赛 这场比赛里逼的是看谁可以最快把变形金刚复原成车子 开始简单的玩具却机关重重 把小朋友都难倒了 前轮变手背 两轮变双腿 变形金刚模型帅气十足 但是是差点把小朋友给难倒了 这场比赛比赛是看谁最快把变形金刚复原成车子 小朋友专心看着手上玩具 这里着那里有想要把大黄蜂的头给挤回车子里 由于现场有真人大小的大黄蜂和柯伯文助阵 微喵微笑小朋友看了很开心 自己也想要变成变形金刚 柯伯文 柯伯文比较巧 戴上面具 仿佛自己就变成拯救世界的英雄 但是这个小朋友的回答却非常跳通 是谁 不谢老板 小朋友玩得忘我 现场满满的人潮 拿着相机猛拍照 经历了27年 变形金刚的魅力 还是一种一心 原来是我李律诚一详 苦了 bat 我 我